Hello 大家好 我也掙扎了很久 就是因为店铺开了自己的频道之后 其实我已经很少在这边讲产品 但是这次一定要讲 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起伤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Epions终于出了真是放暗瘡皮肤的产品 有一支洗面 和一支真的放在暗瘡上 你当好像是暗瘡高暗瘡药的产品 一如以往就是他们的产品是皮肤科医生出的 会有很多的临床实证 我会在视频中解释给大家听 亦都有使用上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或者禁忌 如果大家准备好的话 我就开始介绍这两支产品 经常我都跟大家讲 Epions出的新品的确是不多 我们合作这几年间 其实真的数得出 出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做的临床测试 是用一个很长的时间 一个很大的区域 和一个很详细的分析 今次出了两支产品 大家看到是一大一小的 一支大的洗面 真的很大支 我稍后会告诉大家 一支真的效能很高的一支暗瘡高 今次他们做的临床测试又做了什么呢 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 其实我很怕那些 找了20个人用了两个星期 然后八成说挺好用的测试 Epions真的不是 首先他用了一个独立的研究中心 做了很多种不同的测试 另外就是他的铺里面有男性 也都有女性 譬如占的比率是多少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他们会去做这些产品 令到那粒暗瘡 譬如红肿 譬如大小 譬如他的痛楚等等 究竟是改善了多少 另外就是我作为 他跟了什么产品去比较呢 事实上 如果你因为暗瘡去看皮肤科医生的话 会出现的就是几样东西 可能是0.05%A酸 接着就是0.01%阿特柏林 另外就是有一支 叫做黑磷霉素抗生素 大家之后不会再听到这个名字了 放心 我纯粹告诉你 是有这样的药 另外就是上次我介绍 这些Gel Cleanser的时候 尤其是我也说过 我自己去因为暗瘡去看皮肤科医生 就会有Benzol Peroxide 那这些成分 就是不要说超级市场买一支那些 这些成分 都是你因为暗瘡的问题去看皮肤科医生 他会开给你的处方药 而今次Apionce出的这一支暗瘡膏 或者只是那支结面 他都跟了这些处方药去比较 然后得出的结果就是 这一支 phpoive抗炎症斗伤 西斋的一个尺寸 他可以清除 就是在一个同样的时间内 中清除你那些暗瘡的病变 是能做到53% which 刚才我提及中的医生 局配的成分可能是32%,39% 那是 Ituto 比起医生制序的冰髮 这些阳茯药药 都更重要优性 大家聽到這裏都應該不會很驚喜 因為之前我都說過 其實它都是一個皮膚科醫生開的品牌 但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這兩樣東西要去用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特點 所以我就詳細說了 我們首先說了洗臉 為什麼這次洗臉要這麼大支呢 就是因為它了解到 除了面部有暗瘡的煩惱之外 有些人的胸口背部一樣有暗瘡 所以這支Purifying Wash 其實你可以用來洗臉 亦都可以用來洗澡 另外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是乾手乾面用的 即是你一坨擠了那個啫喱出來 你塗上面 它是超級激凍薄河的 你不用理會它 你可以將它在臉上 甚至敷一會 然後才過水 過水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開始起泡 你就洗走它 用法就是這樣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小小的暗瘡面 直接把它用來做一個洗臉的啫喱 或者我喜歡一開始就要起少少泡 用來洗臉 都可以的 它是不太泡的一個質地 好了 我就說一下這支的洗臉 究竟有什麼特點 首先它是通過FDA OTC非處方藥管理制度的成分 有水洋酸0.6% 即是什麼呢 即是說 它雖然有一個有效的成分 水洋酸0.6% 但是它又不是去到 一定你要去診所 要醫生開給你的 即是說 這個percentage 有效成分 你可以在店裡買到也可以 不一定要經醫生開 當然它就可以改善暗瘡皮膚 也不會令皮膚很乾 刺激 或者是脫皮 或者是破壞皮膚的屏障 雖然有水洋酸0.6% 有些人有暗瘡皮膚的話 或者一般皮膚你覺得很充激 但是我想說就是 其實當你的皮膚出現了這些病變的時候 你很難避免就是 你用的產品你要去 就是醫好一個情況 裡面會有一些你認為 激進一點點的成分 但是其實如果你不搞好這些暗瘡 它只會無限方法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percentage OK 就算是一些你是很年輕的 或者是你已經有暗瘡很多年 甚至是有俗稱的酒渣鼻 它都可以幫你解決到 主要的成分除了水洋酸0.6%之外 有白柳皮 柳冷香油 薄荷和棗 薄荷 那個薄荷其實都是 那個感覺是很重的 比起之前用的 Litic Gel Cleanser是更加厲害的 所以這枝 很多人都問有什麼分別 可以Inbox我們詳細告訴你 但總之其實它整個方法都不同 它專門是防暗瘡的病變而造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這枝洗臉 如果你本身用開你的所有見面產品 已經是搞不定你的暗瘡 你就要試一下 好了 接著就進入緊張的時刻了 就是因為他們第一次出一枝 sport gel 塗過暗瘡 首先說一下它有多厲害 之前都說了一些臨床實症 實質上它是什麼來的呢 首先就是當你生了暗瘡的時候 你可以塗它 它裡面 剛才說洗臉那枝 有一個水洋酸0.6%的成分 可以針對你的暗瘡問題 這枝sport gel 它有兩個有效成分 是真的可以幫你處理暗瘡 亦都是一樣 通過了FDAOTC非處方藥的管理制度 即是不需要醫生開 即你在店舖買都可以 有兩樣東西 一個是硫磺4% 另一個成分 叫做單月酸鑑本二分之3% 這兩個成分 都是超級厲害 可以幫你殺菌消炎 我先說一下 當你有無論有頭瘡 無頭瘡 或者是很硬的瘡 你都是塗了它很快可以好 而且不要擠 為什麼呢 因為整顆暗瘡 是完整整的交給它 處理的話 你的暗瘡可以好得很快 因為它裡面都有一個成分 可以減少暗瘡印去形成 泛紅和色素沉澱 裡面除了剛才說的兩個成分之外 還有薄荷 也是一樣有劉蘭香油 那我就說一下 其實硫磺4%是什麼 主要是因為硫磺是一個 broad spectrum 即是說很多種不同 導致有暗瘡細菌 它都可以殺掉它 所以它是一個很有效 針對那些會引致暗瘡細菌 酵母菌的一個殺菌劑 所以它可以令到你的皮膚 一些細菌造成的感染 發炎粉刺都可以滅絕 另外剛才說過很長的3% 那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抗爭菌 對抗細菌 對抗粉刺的一個物質 另外就是因為它不會刺激你的色素 因為很多塗暗瘡的產品 很多時候都會刺激色素的形成 令到你那個暗瘡印很明顯 和很久都不刪 就是因為這個成分 就可以降低這個色素沉澱的風險 你的暗瘡印就不會在臉上那麼久了 另外剛才就說有薄荷 薄荷 都是可以對抗一些不同的酵母菌 或者一些病原菌 亦都可以做到減輕疼痛和癢養 其實柳瀾香油 剛才也有提過是什麼 亦都是另外一個殺菌劑 那它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為什麼我兩次都會提到它呢 就是因為它的抗炎配方 其實相等於100mg的四環數 亦都是一樣 比起一些處方藥是安全 但是亦都是更有效去治療你的暗瘡 裡面也有杜鑽酸 杜鑽酸其實是可以改善你皮膚的輸送系統 所以亦都是一樣 令到你生暗瘡的皮膚 是不會那麼容易有 就算有 都是很快就會消滅了它 另外當然它都是一個可以消炎的成分 另外葵花籽油 可以幫助修復皮膚的屏障 令到雖然它是一個這麼強效的產品 但你不會用完之後脫皮 當然也有很多事項要注意 這個葵花籽油也可以加速你那個暗瘡 如果你真的多手擠了 或者它剛好爆了 可以幫助你那個暗瘡的傷口 快點餘合 是不是很厲害呢 我自己其實都試用了 你不要以為我真的沒有暗瘡 我都和大家分享過 我都是暗瘡性皮膚 有些日子都會很差 我都真的試用了 很厲害的 無論是那些 經期前後下巴一塊二塊沒有頭的瘡 三四天完全好了 有頭的那些很快就會變出來 然後就會消失了 印去得很快 完美了 但世事就不一定是這麼完美的 它有很多使用的禁忌 我一定要在這個影片裡面提醒大家 也有很多都歡迎大家再和我們塗信 為什麼呢 你聽完就知道 第一樣就是 眼附近是真的絕對不可以塗的 所以如果你說有些油脂粒 或者陰瘡生眼頭眼尾眼皮 就不能塗這個 就可能要用其他產品了 第二樣東西就是 不要塗十個點以上 我知道有些有暗瘡皮膚的朋友 其實我怎知道十顆暗瘡 整塊臉都是 可能這個你要分批處理 可能先處理了額頭 或者是臉 下巴先 因為它真的不能塗超過十個點 這樣為之一點 不是一坨 然後就引伸到第三點 就是真的不要塗一坨 不要大範圍圖活 因為我很明白 一些多暗瘡的朋友 你塗暗瘡真的不是塗下去 你就會開始一攤這樣塗 因為這顆旁邊又另一顆 旁邊又另一顆 你就會開始塗 千萬不要這樣用這個產品 你真的塗一顆就一顆 不要塗一些沒事的皮膚 就只是針對塗你的暗瘡 你剛剛買回去的時候 就保持著一天用一次 我就會建議你洗完澡 晚上就塗一次 然後就到天亮 它有一點有層膜 第二天洗臉就洗掉 其實這樣敷一晚我覺得就很夠 因為它真的很強效 所以其實不用用到一天兩次 而且你日頭化妝 其實你點了下去 它有層東西 未必是很適合 我只是晚上用 都是可以三四天 就完全是殺掉一顆無頭瘡 所以你真的可以試試 另外就是 其實它配合不同的產品 或者甚至是一些暗瘡的口服藥 是有很多不同的禁忌的 但由於很長的關係 我就不在這裡詳細說了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我們的Facebook inbox我們 我們會將一些 不可以跟邊支 甚至是美白礦衰老 有些產品都不可以一起用 我們就會告訴你們 另外就是 如果你正在進行暗瘡的治療的話 你都跟我們聊一下 我們告訴你 可不可以配合你的暗瘡藥使用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已經用了你的暗瘡產品很久 但開始不是很活用 或者是之前活用的 或者從來都沒有活用過的話 你就真的要試試 今次Epios推出的暗瘡Marble 因為我真的覺得是非常之厲害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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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